之前没用过,不过可以试试看 其实可以用什么,用index 不过index它主要是去抓什么 抓某个范围里面的哪一列哪一栏 OK,可是问题 那你要抓到正确的那个资料的话 有的时候还必须要配合一个叫什么match 所以index有的时候 里面会再包一个match match的话指的是 找到,match会帮你去在某个范围里面 找到那个,就是说你给它的范围里面的第几个位置 那在相同位置自动帮你,就是比如说列好了 哪一列,那比如说编号是006 你要找到对应相对的位置 你可以用什么index配合什么呢 配合match,OK,这个还蛮常用到的 另外还有一个函数,indirect 那这个indirect其实就是 它会参照到一个位置 位置,这个所谓位置 指的跟index不太一样地方是 其实index跟indirect还 算有点像吧 可是差别是什么呢 index你是哪一列哪一栏 那indirect 比如说我今天呢是假设这个位置好了 它这个是index的话呢 可能是三列三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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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好了 那indirect是给它什么,给它C3 这个位置C3 所以你要给index就是一个C3的位置 它会帮你自动找到,OK你这个地方 那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你一个是给数字 一个是给什么文字 所以其实也可以利用那个index抓资料 那其他我们还会常用到的也许叫什么offset offset可不可以抓资料 也可以抓资料 那这个offset顾名思义啦 offset是偏移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你的怎么样 你的资料里面去移动 比如说以哪一个当基准 如果你要向下一列 向左一栏的话 就可以抓到姓名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offset 也可以在这个资料里面移动 移动完之后 它会把你移动到的那个位置 自动把资料带回来 所以基本上 其实各位可以练习啦 这个当然好延伸性的 查询界面 可以把这个几个问题 也许这边你可以把它改成叫index 诶试试看用index 这个也可以怎么样 再把它改成什么indirect 这个改成indirect okindirect 然后呢另外你也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这边有个叫offset 其实这几种方式都可以达到 你要的 查资料的目的 但是这个地方怎么做 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index怎么做 indirect怎么做 不过indirect比较复杂 里面会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因为它的位置 里面有英文的部分 那英文毕竟它 它是 它不是像数字 数字向下拉 它会增加 一二三四 可是英文怎么办 它不会自动增加 所以你可能要再想一些方式 那offset有没有办法 ok 请各位稍微思考一下这个延伸题 我们刚刚主要是从lookup函数 再到view函数 后面还有三个 也许你可以先试试看 了解一下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当然我在云端上也都有答案 所以可以参考一下 indirect特别重要 第一个我们来看用index 首先的话在姓名的部分 插入一个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我用index ok 那当然你index如果不太会用的话 没关系 按确定 它会问你问题 反正用预设的好了 预设的话就是一个array 按确定 它会问你说你给我一个array array指的是范围 那个范围的话是从什么 对照表 所以刚刚我们有做了一个对照表 F3 就是这个lookup 这个lookup 第二个问题说 那请问一下你要抓的是第几列 ok 那你要抓第几栏 那基本上你可以游标先放在lookup好了 这个lookup指的就是我刚刚选的这个范围 那意思就是说 index 他就是会问你说哪一列哪一栏 他会自动帮你去给一个列给一个栏 他会自动帮你去抓资料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抓到的资料是哪一个呢 006好了 那006在这个里面应该是第几 这个范围里面应该是第几列呢 这个范围 006123456刚好是第六列 有没有 这个地方 那特别注意 这个index抓的是你现在指的这个范围 跟工作表的实际上的那个列跟蓝是无关的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那你的列应该是第几列呢 基本上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范围里面第六列 可是这个第六列实际上我们可以干脆直接用什么 用C2 因为刚好他的编号里面就刚好是第六 所以呢 我们直接干脆用这个来好了 那你丢给他过来的资料里面本来是一个文字啦 不过他因为里面只能放数字 所以他帮你转成六 OK 那再来的话哪一栏 哪一栏意思也就是说 那请问一下你这个范围里面你要抓第几栏啊 那因为呢 我们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栏是编号 第二栏的话呢 是姓名 一种类推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抓的是姓名的话 那顾名思义就要给二啦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当然你可以直接给二 不过我刚刚讲过啦 因为像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那向下填满的话呢 如果说你希望这个数字呢 能够自动增加的话 那我们刚刚就把它改了一下 改成Raw 然后你把它减一 因为他所在的列是第三列 减掉一的话呢 那刚好就是二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直接按确 不过确定之前 请你等一下把这个 C2的部分呢 把它锁起来 锁列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呢 那位置一定是固定在这里 那向下填满了其他列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index去帮我抓到什么 特别之后这个index的函数是在这一个范围里面去抓哪一列哪一栏 OK Raw跟Color 你只要记得这个 OK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里面证出来了 然后呢 往下拉 那因为Raw的关系 你会发现呢 其他的资料呢 也会跟得出来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向下 换一下 你会发现 没问题 抓的资料应该都会是正确的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 为什么底下会跟 会正确的 主要是他会跟着什么 跟着上面的这个编号 因为编号刚好就是地几列的意思 他会自动去抓到地几列 那地几栏的话是根据什么 根据后面这个参数 所以有两个 总共有三个参数 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的地几列地几栏 帮我抓出来 OK 所以index 其实用到的机会还蛮大的 将来像常用的 也许是在某个范围里面抓资料 那某个范围里面抓资料 常常会遇到就是 如果你用V2函数 他只能够抓第一栏 特别注意 V2函数只能比第一栏 如果你是要比第一栏以外的资料的话 特别注意 index就是一个选项 因为很多同学会问说 老师为什么我 我不能 我查姓名会查不到 比如说 很简单 因为姓名不在第一 有没有像之前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为什么我查编号可以 我查姓名就不可以 道理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V2函数 只能够抓 第一栏的资料 那如果说你要抓第二栏的资料 很抱歉 请你改用其他的函数吧 V2函数他只能查第一栏 这是他的特性 是没办法改变的 要不然怎么样 你干脆把姓名跟编号颠倒一下 这样就可以查了 OK 不过很多时候 你那个资料 没办法这样变换 所以你就记得 请你把它改成 像也许叫index 那其他的话 也许你还可以用offset 那offset 你想说要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我的index部分 那因为刚好这一题 它的编号刚好就是 它的那个列数 所以现在还用不到match 什么时候会用到match 就是你要查询的时候 才会就会用到match 因为刚好这一题 还算是比较单纯 所以还不会用到match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当然这个算是比较 这个index函数 相较之下 算是属于比较高阶一点的函数 所以 使用上面的话呢 可能会发生错误啦 也许这边我有把那个 最后放在这边 所以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有关 如果把那个刚刚的vill函数 改成那个index函数 试试看